厄务战争来关注的是 俄军对赫尔松发动十月大轰炸 短短24小时就轰了多达71次 发射近400枚的炮弹 一辆白色休旅车被轰得像是马蜂窝 满是大小不一的弹孔 地上都还是炮弹残骸和血迹 卖车的展售中心也被炸得狂冒浓烟 玻璃碎满地 炮弹轰炸引发的火势都还没扑灭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处处都是被炸得粉碎的名宅 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做的好事 十月才过没几天 俄罗斯就对赫尔松发射了至少392枚的炮弹 炮弹不长眼 住宅区满是弹孔 乌克兰宣称光是在10月1号这一天 俄罗斯在24小时之内 对赫尔松发动了至少71次的攻击 民众惊魂未定 无奈地看着家园权威 整个赫尔松市区游如遭龙卷风破坏过的灾难现场 但是俄罗斯会加大对赫尔松的轰炸 是和前线失利有关吗 乌军第36陆战旅在乌南用自杀式无人机炸掉了俄军坦克 还在巴赫姆特附近的阿夫迪夫卡 用多管火箭炮攻击俄军的自走炮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2023年以来截至9月25号 乌克兰一共夺得了143平方英里的土地 俄罗斯则是331平方英里 而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俄军攻占的土地面积 仅相当于乌克兰领土面积的0.08% 代表乌克兰反攻虽慢 但俄罗斯的攻势也同样缓慢 但现在乌克兰最担心的是 开战以来的靠山 美国会随时断金元 因为美国临时支出法案 剔除掉原本要给乌克兰的60亿美元资金 这代表乌克兰前线会断吹吗 因为现在不管是白朗宁 M2重机枪还是海马斯 都靠美国供应 资金正式卡关 就怕日后军援 也会被美国两党分析给阻挠 尽管乌克兰相信状况没到那么糟 美国至今军援超过450亿美元 可以说是完全牵动乌克兰反攻计划 要是一个卡关可能全盘皆输 不过与此同时 欧盟外长齐聚基辅还破天荒 首次将外长会议搬到欧盟边境之外举行 就是要力挺乌克兰 欧盟承诺会给予乌克兰长期的安全保证 子伦斯基顺道开口药防空系统 继续为秋冬作战做准备 TBBS新闻总和报道 斯洛伐克大选由亲俄派胜出 过去北约一致力挺乌克兰的联盟 可能出现破口 秀出迷彩服上的毕章和蓝黄乌克兰国旗 乌军是出这段最新影片大抢俄罗斯军队 乌克兰士兵一个接一个 跳出来说自己是为了捍卫祖国奋勇杀敌 还向俄军喊话你们真的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战吗 在战场上战斗的俄军第488军团士兵 则是拍影片向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哭诉 说好的救兵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他们指控前线伤兵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根本没有人来救治他们 另外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 尽管普清祭出两倍的薪资待遇来征兵 原本月薪3.5万卢布大幅增加到7万卢布 大约2万多块台币 但包括克里米亚灾害的二战区都没有人愿意上战场 因为害怕乌军逐渐加大的攻击力道 不止如此俄罗斯境内近期频频遇袭 为在南部的罗斯托夫市一处军服工厂 遭轻污的游击队攻击 厂区冒出烈焰浓烟 为了补足兵力荒填补阵亡官兵的缺口 莫斯科持续从古巴征求志愿兵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募兵人员 透过通讯软体WhatsApp 来找愿意上战场的古巴青年 许多人只为了求饱餐一顿 这张生死状就这么牵下去了 这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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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事件 因此大家都说 我选择这件事 而我没有饭在 Cuba 但是他们知道到哪里走 他们知道到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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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 由于从那里 人员的女性 由于从那里 人员的女性 由于从那里 人员的女性 由于从那里走 人员的女性 由于从那里走 斯洛伐克前总理费克 在9月30号选举中再度翻身 亲俄立场明显的他 以22.9%的选票赢得大选 斯洛伐克政坛变天 北约挺屋联盟 开始出现破口 费克在胜选记者会上明确表态 他所属的方向党不会再继续对乌克兰军援 但方向党并没有夺下国会多数席次 接下来必须筹组联合政府 想切断对乌克兰的军援 还是有变数 对于这个结果 欧盟早提出警告 但克林姆里高说没有所谓的侵俄派 不过费克上台后 斯洛伐克恐怕跟北约成员国意见相左 这或许正是普清所乐见的情况 TBBS新闻综合报道 我国多款对美军购被延后交互的状况 能出现转机吗 台美国防工业会议正在美国危及尼亚州进行中 消息指出代表台湾率团与会的国防部副部长等人 再次当美方官员表达立场 拖示标枪人西式飞弹或是F16V等主战装备 美国对台军售延迟交付 状况如果不能缓解是否还有备案 双方是该好好当面继续谈 一年一度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现正进行中 危及尼亚州的会场里议程低调不公开 与会的我国智库学者也只能概略描述气氛 细节不宜对外披露 可是从双方这些重要人士的谈话都可以看得出 美方还是持续的坚定支持台湾 就像是用坚如磐石的这个关系来形容 那台湾的部分也除了感谢美方的 近年的一些支持之外 也展现自我方位的决心 就是可以做到像中部长所说的 这个自己国家自己救 同时自主潮人主的这个就是重要的态度 不方便细说的恐怕就是有盟军事援助 退役军官出身 投身研究国防资源和产业的学者 回顾去年出席所见所闻 背景的情境大同小异 去年会议重点是在于他们的美国的国防供应链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防的采购订单 他们有所延迟 那在美国他们也有提出来说 他们有成立所谓的老虎队就专门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 看出来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徐岩补将军也在今年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需求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个完全彻底的解决 当美国国务院国防部AIT和高阶将领都齐聚一趟 把握机会 避清问题才能解决困境 会议为期三天四场会谈 从重新评估台湾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视角开始拉大 开始触及了美方的台湾防务政策如何改变 怎么扩增沟通管道 接着重点讨论双边防务合作遇到的问题 最后则是仔细探讨资讯站和网路安全 消息指出最大的差异和今年的汉光演习重点相互呼应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基础设施 也就是说他们看到台湾在这两个区块是有需求的 相对的国防工业可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美国的厂商他可以借有此机会提出他的solution 那我的看法是说我们自己台湾这边的能力也不弱 那我们的厂商是否也可以参与其中 提供我们的input 甚至参与他们的solution 这样子的话变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不是只有我们作为采货方 我们也可以作为供应者 会议名称顾名思义就是产业交流 由美台商会主导绕开政治敏感增加对话机会 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大概2008年2009年刚开始召开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军事交流的管道非常的少 相关的会议也很少 所以透过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举办 那创造了一个场合 让我们跟美国主管国防政策的高阶官员 可以在华府以外的地方有碰面 摊开现行的台美例行会议 就是趁着不对称作战 美台商会会长韩如波身为会议当然要角 过去就曾批评美方对台的主导性太强 用意不外乎试图改变美国当局军售方向 这回会如何建议挺台备受关注 即使是美国的执政的党或者是说共和党的话 事实上面都非常重视这一块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外交政策 或者说他们在竞选的时候经费的来源 都靠这些军火商来提供一部分的来源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国内同样的 如果说是各个党都有派人去 然后在我们加强我们本身的台湾防卫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更努力的话 那事实上面对美台商会来讲的话 也是更多的商机能够促成政府决定这个政策 军事和政局关系密不可分 会以双方各有盘算 我方代表能不能尽力争取利多 结果和台湾未来的防务规划息息相关 特斯拉公布了第三季的交车量 不只低于市场预期 也比上季少了7% 同时间大陆车厂比亚迪则销量创下单机新高 电动之龙头特斯拉在挪威冰天雪地拍测试片 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挪威人对电动车接受度超高 占了整体汽车销量的八成之多 这试试希望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产品 特斯拉现在还得面对大陆车厂比亚迪的追改 因为比亚迪第三季纯电车销量来到431603辆 和特斯拉的差距缩小到3456辆 大陆电动车界补贴压低价格欧盟不久前表达忧心 只是原本带头提倡能源转型的英国也自乱政教 英国首相苏纳克坦言怕失去明星决定 延后禁售燃油车的政策到2035年 在美国能源政策同样成为选战焦点 如何平衡电动车转型并保障就业 成为美国政府的烫手山域 目前美国汽车工会的大罢工 持续近三个礼拜无法落幕 员工自认加薪40%的诉求很合理 但资方无法轻易买单 现在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都加入战局 炮轰要求加薪40%等于是把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 推向破产车道甚至难以抗衡中国市场的竞争 新能源汽车从零到一千万辆 我国用了15年的时间 而达到第二个一千万辆 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大陆官媒不断宣扬国产新能源车蓬勃发展 但真相不如表面这么风光 从充电桩短路起火到电动车不断增加的自然现象 都显示大陆自产电动车的品质没有很稳定 现如今这些出现问题的车辆由于无法及时得到维修 只能租快场地临时停放 中国多个城市甚至出现电动车坟场 镜头前这个场地的受害者是一名租赁业者 他说2017到2018年先后购入300多辆的长安新能源车 每辆虽只要5万人民币 约22万台币左右 却在行驶短短半年就发生故障 差不多在18年上半年的时候 然后客户就是陆陆续续开始反应 开着开着突然之间歇火了 就是断电了歇火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然后逐步逐步的这个数量一直在增加 接着到现在就是差不多有 毛300200 200大几百毛300个出现了故障 由于等不到维修 这些故障新能源车只能停放在空地 任凭杂草丛生 先前大陆也爆出车厂为了骗取补贴匆忙 造出劣质电动车 这些现象都凸显出大陆市场巨大产量下隐藏的虚胖体质 到头来消费者又成了冤大头 点新闻综合不导 另外充电车呢还要考量消费者会不会购买的原因呢 就是在于公共的充电桩 有时候要大排长龙 要充到电要等好久 来看看业者推出全台首座移动式的充电桩 电动车开进停车场 这里刚好没有充电桩 车主打开手机滑几下 充电桩一秒现身 开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 车主们有个共通点叫做里程焦虑 电动车是趋势 车架充电便利性是两大痛点 现在不是所有的停车场都有提供足够的充电桩 但电动车的车主想要充电的时候该怎么办 现在就有厂商研发移动式的充电桩 透过手机APP 充电桩就会移动到车子旁边 提供给车主充电的功能 出门在外快充站南巡 专属车位森多粥少 家中想自行设置充电桩 也面临社区施工不易的困难 或是管委会意愿低 另外电量承载也要考量进去 今天有一百个住户 你一定要有一百个车位 对那一百个车位说 但是我的快电 就是台电来到这边的快电 我可能只能装五个或者到十个 那当然我可以全部都装 但全部都装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都吃不饱 我说可以装的 基本上是那种所谓的慢充的 一个小时7k瓦 就是七度电的那种充电设备 就是慢充的部分 那我七度电我能给几个车位 如果一百个 我可能能满足百分之二十 但百分之八十是没办法满足的 所以短期内政府也在修法 希望说修改大楼管理条例 我们政府能够多鼓励 社区大楼来建制 甚至于可以跟他计算 这是绿建筑或者碳 你越在自己家里 从你的对外面的需求 就会稍微降低 欧盟建议标准 每两台电动车 就应该有一座充电桩 去年台湾共有3.6万台电动车 公共充电桩只有7700只 其中有6000只是慢充 离欧盟目标还有1.1万只缺额 设置的时间 确实很慢的 那很慢的原因 我们就去探讨说 因为你们就问到充电桩的业者 你们设下去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那他提到了整个是 国家电网 区域电网的问题 然后造成说他们要设置的时候 很多的一些障碍 那以至于说 不是他们不愿意 不是机器来不及 而是整个电网供应的问题 然后整个电网 如果拉下去脆弱的问题 所以才有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 去想说去解决这个问题 移动式充电桩 能突破充电桩短缺的困境吗 目前所研发出的机器人 才直流快充技术 30分钟充电到8成满 与原本的充电桩相差12倍 单日可服务8到10辆电动车 电动车的发展会成长得非常快 因为它已经突破10% 这个根据消费者的这种心态 还有车厂的一个竞争下 我相信会成长得很快速 是这样 所以桩也会要成长得快 但台湾面积小 移动充电桩的运用场景有限 加上造价不低 经济效益要再评估 但是问题是台湾就是比较狭窄 所以那个机器是没办法 走到车道里面去 就是车与车中间 也就是说它旁边是个空地 那就其实就浪费了一个停车位置 那我们台湾是地载人宠 所以车子也多 所以基本上是车子并着车子中间的 所以放到前面去的时候 反而需要人去拉 有些就是自动擦枪装 这也是新的需求 因为将来的车子 可能会自己找车位 那自己找车位 越来越智能了以后 可能就需要那种自动擦枪的装 这个也是国际目前正在发展的装 政府平静零 2040年新车百分之百 要是电动车 在这之前得解决充电问题 TVBS新闻前游想问好与新被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